第八课 年龄并不重要 学习词语 生词 下棋 管理员 画笔 说不定 艺术馆 举办 画展 充满 活力 想象力 收藏 创造 奇迹 练习 一 请仔细听录音 找出每组句子 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第一组 一 刚来不久 我就适应了这儿的生活 二 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 在哪儿都能愉快地生活 三 吃的东西我很喜欢 但还不太适应那里的天气 第二组 一 对听力课 您有什么建议 二 我建议周末 大家一起去长城 三 这个建议 是谁提出来的 第三组 一 他们俩长得真相 说不定是姐妹呢 二 你试试看这本书吧 说不定能看懂 三 起风了 说不定过一会儿会下雨 第四组 一 他在北京待了半年 汉语水平提高了不少 二 退休以后 他就待在家里 哪儿也不去 三 他在艺术馆 待了一下午 第五组 一 他把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 二 我不想把钱都花在买衣服上 三 他们俩把时间和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 课文 年龄并不重要 有一位八十岁的老人 很喜欢下棋 每天都到俱乐部和朋友下几个小时 然后 再慢慢散步回家 日子过得很舒服 有一次 他的朋友病了 没法和他下棋 管理员为他安排了另外一个人跟他下棋 他觉得不适应 失望地准备回家 管理员说 如果您不想下棋 还可以换一种方法 比如 画画 在管理员的建议下 他来到了俱乐部的画画教室 那里的管理员说 先生 您可以在这里试着画画 老人听了哈哈大笑 说什么 让我画画 我可从来没有摸过画笔 那有什么关系 您可以试着画一幅 说不定 您会觉得这十分有意思 管理员鼓励他说 于是老人第一次拿起了画笔 他在那里待了一下午 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从此 老人决定开始学画画 81岁的时候 他到学校去上画画课 他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在画画上 这位老人就是哈里·莱伯曼 二十年后 一家很有名的艺术馆 为他举办了画展 名字叫 哈里·莱伯曼101岁 哈里·莱伯曼的画 充满了活力和想象力 他的画被许多人收藏 哈里·莱伯曼创造了世界奇迹 那么大的岁数开始学画画 而且画得很成功 在他101岁的时候 还有那么多人看他的画 一个人只要专心做一件事 年龄对他来说 往往是不重要的 5.选词填空 1.天这么阴 说不定要下雨了 2.我什么都习惯了 就是还不太适应那里的天气 3.他在上海待了三年 听得懂上海话 4.他把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 5.我应该去哪儿工作 你有什么建议 6.我好几天没见到他 说不定他已经回国了 7.毕业了 不能老待在家里啊 8.公司压力太大 我很不适应 9.朋友建议我住在学校宿舍 这样上课就方便了 10.他把钱都花在不该花的地方 很快就变穷了 1.0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